Hello各位在直播间的小伙伴们下午好呀 那就是先来检测一下我们的直播设备 如果能够清楚的听到我的声音 并且能够看到屏幕画面的同学们 请在我弹幕里面给我刷一个小表情吧 来吧 看一下大家能不能听到我的声音 看到画面 能听到能看到吗 好的 我看到影师同学刷的小表情呢 那我们就来 我们今天这节课就是做我们完整的案例图呀 看一下怎么去给它达成一个效果 以及一个整体光影的调整和熨染 还有一些细节的添加以及刻画 那同学们的第一个作业是跟着我一起把这张图完成一下 这是作业一 作业二是自己原创一张呀 然后跟着我一起画到这一个位置啊 这个就算是一个完成稿了 那最低完成要求是要跟着我一起把这一张图去画一下 孟叉华同学好呀 欢迎欢迎 来我们就话不多说 开始画了吧 从我们的案例中体现 那我就把音乐打开啦 你们的大家无聊啊 画一首悠扬一点的 开到百分之九吧 如果声音如果音乐的声音有点大了 可以跟我说一下 我就把声音调小一点 我们昨天是不是就是把这个云彩的线给画完了 那现在我就把这个云彩给它来上一个色 我们第一节课带画云彩的时候画的比较简单 所以在这里呢 我就给同学们详细的演示一下这个云彩该怎么去绘制它 我们在这一个线稿的下方 新建一个图层 选中一个我们的新伯峰的画笔里面 找到一个印头笔去给它填颜色嘛 这个颜色我们依旧是吸它的这一个山体的颜色 然后去给它往这个橙黄色调一下 你试一下看一下可不可以 不要让它太暗的 也不要让它太亮的 给我们的整体画面看起来合适就可以了 来 我们选一个黄一点啊 亮一点的颜色 然后给它放上来 看一下 好就这一个颜色啊 这个颜色还是可以的 我把色板放到这边来 依旧是把小图打开啊 小图是帮助我们去看全面的 小图打开之后给它拖过来 每次画这种大案例的时候 我就觉得电脑屏幕太小了 没有办法 能看到全部画比方这边来 然后这个删掉 当然你也可以去除了新建窗口以外 来看我们的这一个全屏画面哈 还可以把导航器打开啊 导航器在我们的窗口里面找一找导航器 点击一下 这边也会出现一个导航的直方图 是方便我们去观察整体的 那这里呢 我就用小窗口就把导航器给关掉 然后呢 来开始画一下 先把我的画笔收进去 不然有点粘地方 那我现在就来去给这一个云彩 绘制一下 先去给它铺一个平铺色 如果今天周六 大部分同学应该都有时间哈 有时间的同学呢 跟到这一步来 可以跟着我一起操作一下哈 我们要是想get到这一个新国风的技术点 的绘画的技巧 一定是要去实操的 因为我们其实在案例这个课堂时间还是很充足的 可以跟着我编画 一起画一下 因为我画的这个速度也不是很快啊 没有说画的非常快 所以同学们是可以跟着我一起操作一下的 边听课边操作时间也是挺足够的 这个地方我去给它连过来 连一下修补一下 一定我们去学习一个知识点 一定要去给它进行实操实践检验真理嘛 你实操呢 你就知道一些地方该怎么去处理了 整体去给它铺一个颜色 那一会儿把这一个云菜带画完 我就带同学们再画一个仙鹤 在我们画这种新国风的元素里面哈 流云和仙鹤必不可少 如果你的画面实在找不到东西去叠加的话 你就去给它加流云加仙鹤 多加一点是没有问题的 还可以去给它加白艳 这边一片 然后到这边去给它都涂抹一下 把这个流云的颜色涂进去 你看变化的时候就可以变进行去给它修改 看到了哪里有问题我们就要去给它改一下 其实我们画画它就是一个耐心 对不对 就是看我们的耐心和细心 还有就是要勤加练习 我觉得画画这个事情是不太需要特别大的天赋的哈 主要还是要勤加练习 跟天赋倒没有特别大的关系 除非是就是你的想法比较好 有一个画家叫咸鱼中下游 他的画是那种偏艺术类的插画 画的是非常有意境的 其实画面都很简单 但是给你的感觉非常好 他现在也很出名 因为他自己经历了很多有很多故事 然后他画这个插画的时候 就把自己的情感和故事放在他的插画作品里了 他的感情非常丰富 他是一个gay 然后呢 因为好像是因为他是gay吧 然后之前被别人歧视 然后因此得了抑郁症 然后后面呢 他向他的父母公开出柜了 他的父母非常表示理解 然后一起帮他度过的抑郁期 然后他就走上了画画的道路 他自己也不是科班出身的 然后他会把自己的想法 情感添加在画面里面 然后他的画就画得特别有意境 特别好看 然后他也出名了 然后出名他也没有 就是忘掉自己的初衷 他每次做 就是搞插画赚的钱 就会拿去捐希望小学 每年都会捐款 前段时间还开了自己的画展 有同学知道这个画家吗 叫咸鱼中下游 他的画配色非常好看 喜欢比较治愈温暖的配色 亮晶晶的配色的同学 可以去看一下我们贤语中下游的画 他的配色是可以去借鉴的 其实在我们这一个行业里面 很多厉害的画家 都不是大神 外配说什么 都不是本专业的 有很多就是半途转的 因为这种兴趣爱好而学习插画的 往往会画的更好一些 兴趣比较重要 我们来把这一个云彩给他涂好 像是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啊 讲的是月亮与六边市 对兴趣是第一老师 兴趣可以帮你做成很多事情 月亮与六边市里面讲的 就是一个男的 忘记他的名字了 他男主呢 他一直一直活到四十岁 他都是一个就是普通的中年男人 他就跟他他的家庭很美满 有妻子有一儿一女 然后现在他妻子也四十多岁了 然后他的女儿儿子也长大了 然后大概是读初中高中吧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 他要跟他的妻子离婚 然后所有的人都以为是他出轨了 但其实不是的 他并没有出轨 他离婚的原因是因为 他想去学画画 他想去搞艺术 但是他家里人都不相信 都以为他是出轨了 然后他也没有解释 因为解释了他们家人也不相信 所以他就直接走了 去了巴黎求学 去了法国巴黎求学 然后他虽然很晚去学画画 四十多岁学的 但是他画得很 到后面经历过很多磨烂之后 他也画成了 而且他也背上了一个 抛妻妻子的骂瓶 嗯给他放在就放在下来下面吧 这个我想我想我看一下啊 我看一下这一个云彩在哪个地方啊 在这一组我去把他这个线稿分离出来啊 给他提上去 我们去分离涂层是 Ctrl Shift Alt加上 Ctrl Shift加上勾哈 可以去把涂层给分离一下 好让他跟这一个线稿合并起来 然后这一个色稿就让他分离出来 那现在我们是把这一个云彩的第一层颜色 铺完了对不对 那我们在这一个颜色的基础上 再去给他调亮一点啊 我觉得他有点暗的 嗯再亮一点 好 嗯调亮了之后呢 我们把这一个图层的不透明度降低一点点 降低之后 我们去给他按住Ctrl键 点击一个图层缩略图 然后在上方去新建一个图层 Ctrl H 把我们的选须隐藏一下 隐藏好了之后呢 我们找一个奶白色 找个奶白色去里面给他画白边 比如说啊 他第一个 这个我就想让他变白啊 我就这个就给他定一个白云彩 因为我想把这个上方遮住嘛 然后看这个云彩够不够白 还可以啊 然后到这个下方 我们去给他添加白边 白边就顺着我们这一个线走 把平滑打开一点点 画得更顺畅 对不对 你看 画稍微顺畅一点 顺着我们这一个线条去走 如果呢 在这个地方你不太会使用这一根画笔的话 建议同学们可以使用配合我们 PS自带的钢笔工具去勾 当然 用钢笔工具的前提是你必须把钢笔使用的非常牛哈 去给他勾平滑一点点 好 这边给他哎 绕过来 顺进来 因为在我们前进的这个云彩就要让他干净 所以我们就直接去给他加白线 不要去给他加暗色了 绕过来 绕过来 配合一下我们的旋杖画部件啊 给他旋转一下 好 这边白边画完了 我们继续到这边来 把这个白边也给他画一下 有线的地方我们就给他勾中白边进来啊 这里擦一下 这边不要 然后到这一块区域同样的 我们把这个 哎 白线让他顺起来 好 然后再到上方这一块区域 这一个我就整体让他摆起来吧 我们上方这一个卷匀去给他遮一点啊 遮一点 我们同学们平时喜欢什么样的画风呀 直播间的各位小伙伴们 你们平时喜欢什么样的画风呀 我心底草 RX呀 Q版呀 韩系呀 日系呀 古风呀 水墨风呀 还有新国风呀 还有新国风呀 国潮呀 都喜欢 看来是百香果 瓜瓜瓜也是啊 差不多都都行 我只是不太喜欢日系 其他的都可以 然后把这两个也都给他涂个白边 人物的话比较喜欢韩系 韩系像是瓜老师画的还挺好的 韩系有很多不同内心 古风而插后图 还是有同学喜欢古风的吗 因为我看着感觉很多 现在很多年轻的小孩都不太喜欢古风呀 我觉得古风很好看 特别是那种 我个人很喜欢那种偏水墨的古风哈 我画的古风也都是走的这种水墨风 还有偏厚涂类的古风 我也是比较喜欢的 对 瓜老师的颜色用的是高级灰这一块 你们可以去借鉴它的配色呀 对不对 你喜欢它的颜色你就借鉴它的配色嘛 这又不算抄袭 你觉得它颜色好用 你就去用它的色 你觉得它的五官有你喜欢的特点 那你就去借鉴它五官的特点 在你谁能拥有像你像我 哭和笑的都在触摸 这边呢小一点点给它加一点 那最柔软的照 好 然后这个地方呢 也去给它加摆边 到这里我就去给它擦除一下 这边不需要这条线 好 我喜欢所有古典 古典都喜欢 学古章 汉风 我也挺喜欢这种古典的 而且我也比较喜欢这种水墨风 水墨风画出来的人很有韵味 到这里呢 这一块做一个白的吧 做一个白的去给它接上 然后给它插进去 插到这边来 最能猜是我变幻莫测 那一张不虚长空无尽在意 不能该怎么该 该了独行正在最无奈是你 固住一只穿着 我觉得汉服也都挺好看的 但是现在感觉汉服这一个 搞得好严格呀 穿错了还会被骂 什么有行致要求 行致要求是什么 来给我科普一下 我们之前也是出去玩 就会去拍这种古风的写真 但我们当时都是穿的唐服 唐朝的服饰 就穿那种乳裙 乳裙不会穿错嘛 穿汉服还是挺讲究的 对的 汉服的衣镜好像就是活人穿的话 是右边包左边吧 如果是死人的话 就左边包右边 好像是有这种要求 看一下这里给他饶进来吧 饶进来 可以给他饶进来 对各朝各代衣服的要求 比较喜欢日系 我发现了很多男生都喜欢日系 喜欢日系插画 因为日系的女孩子很可爱 好看一下有没有地方要画的 这里有一个小地方去把它的代表填一下 然后复卫一下试图 好 那现在我们去到这一个线稿里面啊 给他锁定一下 把我们的线稿做一个亮晶晶的彩线 选一个亮色 我们做彩线也是啊 去试一下 你看哪一个彩线合适 这一个看一下整体就觉得有点过亮的 有点过亮的 不是很好看 那这里我就可以去把这一个 怎么有地方做不了 来我就要去把它的整体再给它调亮一点 再亮一些 做彩线一定要做干净啊 一定要把所有的地方都做了 不能让它留黑哈 千万不要留黑 留黑就不好看 你看辛辛苦苦画的 千万不能让它毁在彩线这个地方 那我们前面的飘云什么就好了 然后我们再去啊 新建一个图层 给它铺噪点 选噪点笔刷 这里我们先选一个喷枪 然后在这个里面啊 在这一块透明的云彩里面 可以去把不透明度再稍微降低一点 让它更透一点 然后透了之后 在上方依旧新建一个图层 按住Ctrl 键 点一个图层缩裂图 对不对 点好了之后 我们去里面给它适当的提白 比如说这一块 你看一下哪里需要给它提白 你给哪里提一下 对不对 让它也不保持 全部都是这种透透的感觉 好 稍微提一下 提完之后 我们再去给它进行一个 噪点的蝴蝶 选一个白色 你看啊 给它铺一下 对不对 它就比较出效果了 好 这里就稍微给它铺一点点 然后再用这一个星光去给它扫一点 扫一点上去 这边也扫 一点都不能弄 好 Ctrl D取消一下我们选区 那我们这一个云彩是不就做好了 然后到后面这一个云彩 同样的 我们找到刚刚这一个画的云彩 看一下在哪里 可以在这一个组里面 去给它锁定一下不透明度 把它的彩线给它做一下 这里去给它也选一个白色的彩线吧 彩线不需要 就全都一样 颜色都一样 可以换一个地方一样 好 这里呢 这个白色还行 那我就使用这一个白色 然后到这个上方 这里也给它用一个白色 给它飘一下 好 那我们这一个云彩就处理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去把这一个背景给它铺一下 那这是前面 看准备 边跟左啊 一定要管理一下我们的图层 然后画这个背景就在最下方去新建一个图层 然后新建图层之后呢 我们去用一个渐变工具给它铺色啊 选择游戏筒 然后右键点击一下 切换成渐变工具 在我们属性栏的上方 什么 你给哥川普及过各代 各代张成的造型 对然后哥川老师昨天跟我普及了 因为我们准备画古风嘛 然后他就他就特别严谨 我说就什么好 什么发型好看就夹什么嘛 他说不行 他说他们班有一个学生很懂这个汉服 上次就说他还跟他科普了 所以他要严谨一点 然后他过来跟我说 应该配什么什么 应该配什么什么 什么潮带要穿什么 还给我推荐了一个公众号 让我去里面看一看 来我们把这个编辑器打开 这有一个实色器 我们去给他选一下 这个背景我会选择一个偏蓝色的深色 让它稍微深一点 然后点击确定一下 然后到这边又选一个颜色 这个我就选一个橙色了 我们选的黄橙色 稍稍的再让它偏红一点 来哥川老师可婆婆妈妈了 然后点击一下确定 然后用界面条去拉一下 看整体的感觉是不是就 拉一下他就出来了 对不对 就不用去给他 就是用画面给他画了 稍微再拉一下 上方我们的天空颜色 一定是上方按下方亮的 千万不能去给他做一个蠢色 做一个蠢色这个效果就出不来 那我现在就用界面工具 给他拉到这一个程度 但是没有结束 我们再去新建一个图层 我们用喷枪笔再去给他进行加深和提亮 在上方我们可以让它更深 我们吸它的深色再往这个下方去调一调 去给它扫一下 加深 对不对 然后下方的颜色可以再去给它提亮 我们就往上方走一走 稍稍亮一点点 然后中间掉给它铺一下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切换噪点笔刷 再换我们的噪点去铺 哎 噪点一铺 精力感对不对 就有了 然后下方也是 选一个亮一点的颜色 去把噪点给它往上叠 然后这个上方我们可以把它往紫色调调一调 让它更深一点去铺一点噪点下来 什么 公众号请说一下 你喜欢古风 你是学古装学校的 怪不得 怪不得这么严谨 懂得这么多 让我想一下 叫那蓝 那蓝美玉 那蓝师德的那蓝哈 我们再去用这个噪点笔给它铺一铺嘛 然后上方就会有这种噪点感了对不对 下方这个地方我觉得噪点有点深呢 我再去给它扫一下 然后再提亮一点点去给它往上提一提 哎 那我们现在这一个画面 是不是整体感就出来了 背景一铺画面的完成度就会往上提 但往上提的同时 我们还是需要去注意一个整体关系哈 我们现在呢 就来去给这一个建筑做一个彩线 因为现在这个建筑是不突出的 它整体的颜色很暗 所以我们哎 找到这一个建筑 这一个层 然后去里面选中我们的线稿 呃 线稿的这个地方 那这里我会选择一个金线去给它做彩线啊 啊 比较亮一点的这种金线 好看 呃 做这一个金线的话 用一个揉边缘去做吧 这一个金线颜色太浅了 往橙色调调一调 我们去给它扫一扫 你看一扫是不是整体的感觉就亮起来了 这是我们第一层啊 第一层这一块我觉得这一个线可以再调暗一点 然后 这一块还可以再深一些啊 你看这一块太浅了 就有点看不见了 我们就可以去把它这个地方再加深 对不对 那整体的感觉就会出来啊 效果就会很好 好 我们再继续 这里再去扫一扫给它提亮一点 然后再去到第二层第二层的线给它提亮 对不对 然后到这个地方啊 这个顶我们不需要全都这么亮 比如说这个地方我觉得可以暗一点 我就吸它的这一个本身的颜色 然后稍稍的往起走一点 诶 怎么回事啊 我的画笔放的有点大了 有点大了 去给它轻轻的扫一扫 好 那它就会只有这个局部会比较亮 对不对 是第二层 好 我们再去到第三层 同样的方法去给它整体做一个彩线 什么 变得更亮了 对的 然后吸它的颜色 然后再把第三层也去铺一下 这里我会把这个边角 外方这一块的边角提的更亮一些哈 因为这个后面是黑的 如果这个边角不提亮的话 我们这个建筑物它整体就突出不来 所以呢 去适当的给它提亮一些 那我们的主体物也会看着更亮眼 然后再来到第四层 好 再来 第五层 去给它铺一下 那现在我们整体的这个建筑是不是就亮起来了 那到这里呢 我们就会发现有很多问题 就是到这一个后方这个页面这里哈 它还是会有点暗 会跟我们的背景区分不开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再在上方去新建一个图层 然后直接选择这一个噪点笔 你可以去把这些地方都给它再扫一点亮色的噪点进去啊 它就会瞬间提亮起来 这样就可以跟我们的后颈区分开来哈 你看 去给它提亮一点 你可以这个地方我就再换一个 换一个噪点的颜色啊 换一个亮一点的冷色调进去 给它稍稍的扫一扫 对不对 整体调完之后我们再来看啊 像这一个上方这一块 如果你想让它更好看 我们就再去给它用这一个星光点点的画笔去里面 再给它加一点点噪点进去 噪点选这个亮橙色 你给这里铺一点 去给它撒一点这种 放大看它就有话说的感觉啊 就这种感觉 去给它扫一点这种亮出来的 像是溢在我们这个屋檐上的感觉啊 去给它扫亮一坨 但是不要太多了 一点点就可以了 上方两个扫就起了 其他的地方就不用扫 扫太多了也不成好 然后我觉得 那这就是整体了 整体之后呢 然后到我们的上方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这一块它是有点区分不开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去给它再进行一层添加的内容 我们去选一个硬头笔 那现在就是我们再进行一个整体的刻画了 吸一个蓝色 我们去给它们区分一下 现在就是我们哪里缺的就是在哪里补东西 这个地方就不要了 然后把这一块给它补上 你看这样是你看我把这一个添加好的线条给它关掉啊 关掉它这一块是不是就区分不开 对不对整体的感觉这一块全都很黄 那你一加这个蓝色的线条就把它们给区分开了 那同样的道理到我们的下方这一块 是不是也要去给它添加一下 那这里添加呢 为了我们二次方便修改 我们就直接去用一个矩量工具 一个矩形工具哈 我们去给它拉一拉 这个矩形工具 我只建议同学们在少量的时候去用 太多了就不要用了 给它拉进来 拉进来之后把它换一个 调一个图层调一个位置啊 可以去给它换颜色 这个描边去给它选一个金色 选一个蓝色吧 选一个亮蓝色 然后给它开一个4 可以撤一下 看一眼 好 这个边就可以 我们把这个矩形拉到 找个地方给它放一下 是在我们第一层吧 啊 太麻烦了 每次 好 就放进去了 看到没 然后我们再往下移 把它移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 好 这个你就可以了啊 注意一下我们图层关系 然后给它稍 现在这一个点就OK了 然后我觉得这一个颜色 稍稍有一点点亮的 我就可以再去选择一下 什么 光图层你看见了多少 我现在的大鹏名字 我放在我们的屏幕上方啊 打一下 放在我们屏幕上方啊 叫个什么 sharklet 这样 光光 可以搜这个就能搜出来啊 好 然后我们再去把这一个颜色给它调一下 再往 往起走一走吧 稍稍 亮一点 哎 好 这个颜色我觉得还行啊 然后我可以去把这一个图层再去复制一个 复制好了之后呢 Ctrl T一下 你给它缩小一点 变窄一点点 给它做一个栏杆 哎 给它走不下来 然后再去呢 把它的外边缘 调一下 调一个2 回车一下 它就变小了 看 那这里我们这一个栏杆 可以再给它缩小一点 然后给它往上移一点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它的这个区分就更清楚了哈 就不会像刚刚一样 有点黏在一起了 区分不开 那这里我们再继续进行下一步 下一步也是啊 给它添加这种线条 因为下面这个也有同样的情况啊 就是我们画的时候呢 这个线给它做淡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去给它添加一下 可以再给它提亮一点点 去给它画一下 这个就是一个细节的添加 看哪里缺什么 我们就去把哪里给补一下 然后给它修整一下 是吧 这个更不 这个不复杂吧 这个还好 这个真的不复杂啊 各位同学们 你们多画一画就知道了 这种建筑直接是画一两层 然后复制粘贴就可以完成的 这种算是简单的 因为相似性很高 好我们就去给它 这些地方都添加一层这个蓝色的亮边 然后就可以让它们这一个橙色和黄色 给它区分开 整体效果就会更好 好下方这个也是同样的方法 我们去给它 我们去给它 下方的也都是以同样的方法 有时间可以画一下啊 画完之后你就觉得自己提升了 突然get到了画新国风的方法 主要就是做彩线铺造点 对不对 很出效果的 我们新国风 只要你颜色配好了 绝对出效果 但颜色一定要配好看一点 不要太过了 不要把饱和度搞得太高了 画面可以亮 但是不能饱和度过高 不要用非常实的颜色 之前看有学生画还是跟我们小朋友画一样 叶子是绿色的 天空是蓝色的 花朵是红色的 我们学过之后应该知道哈 我们的物体都是有环境光的 对不对 还有反光 还有我们的叠加光 所以它不可能是一个纯绿色 纯蓝色 或者是纯黄色这种哈 它一定会有其他的东西添加在里面 然后下方这个地方啊 这一个线刚刚做了一个 橙色的线 它就有点看不见了 我们去给它补一补 好 这里呢 我们就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哈 就这个栏杆的地方 你给它做一个呈现 就和我们里面的颜色融到一起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 不要怕麻烦 就要去给它修改一下 吸着一个 这一个蓝色哈 往那样里提 你去把这一个地方 在第二层 我们就去第二层 把这一个线给改一下 给它调亮啊 用一个蓝色去给它选一选 给它扫一下 这样它就更能区分开了 线也是更亮一些 把这个线有一点点亮的 再扫暗一点 你看就是要刻画这种细节 也不要怕麻烦 我们看这个小图整体的感觉 是不是就出来了 你看下方也都是同样的方法 你去给它扫一扫 这个彩线也是的哈 不需要每一个地方的线都 线条的颜色一模一样哈 一定是根据我们的具体情况而去改变 没有非常硬性的要求 你一定得给它做一个橙色的线哈 我们去画的时候 可以用一个去改这个线条的颜色 就用喷枪去改 这样我们画出来的线条 它会有一个渐变过度 就比较自然 不会很生硬哈 怎么刚进来的我梦呢 那快点去补回放 好然后最后一层也是同样的方式 是不是感觉自己错过了一个意义 来这个也是让我们去给它扫一下 好扫完之后 那我们整体的感觉就处理的差不多了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去把仙鹤给它画一下 仙鹤一定是要添加在我们的画面中的 然后这两个就是我一个添加线条的图层 给它Ctrl G 依旧去编个组 那这里我们去找就比较好找啊 就跟着我们的图层顺序关系 这个后方是我们的山对不对 然后山就是云 云到我们的建筑物 再到我们前面的云彩 然后山体 然后再是飘云 然后一层叠一层哈 就这种关系我们就比较好去查找它 找的时候你虽然不明明 你也知道自己的东西放在哪里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来画一个仙鹤了 依旧是我这个时候用一个 用我们的木炭钩线超好用画笔去画它 木炭 画笔的选择没有硬性要求 只要不去用柔编就可以了 把这个建筑关一下 来把这个鹤给它画一下 选一个黑色 我想给它 我有点不想勾线 所以我就稍稍的画的 画细一点吧 如果可以的话我就不勾 如果不行的话 我就一会儿还是勾一个线 这是一个鹤的脑袋 对不对 我们去把这个鹤的 鹤的脖子可以微微给它画长一点 画长一点它就好看 然后是它的翅膀 画这个翅膀就去给它画这种 这种形状就可以了 这种感觉像叶子一样的形状 稍微的画窄一点画长一点就可以了 我画一个草稿吧 待会儿还是要去再去给它勾一个线的 这是它的一个大翅膀 然后翅膀里面还有一些小的这些羽毛 我们可以给它线来多一点点 线来多一会儿去做彩线就好看 什么 这叫飞鱼 这个鹤在这里叫飞鱼吗 这么高级的名字 好看好看 你们跟着我一起去画也可以画出这种效果 耐心一点跟着我一起画是绝对可以的 主要就是我们对颜色一定要给它掌控好 你实在配不好色你就去吸色 在吸色的时候你一定要去对比的 对比的吸 你先自己把颜色找出来 然后你再去吸一个色 看一下自己是哪个地方没有调好 是色相没有看好呢 还是咱们的明度没有看好 还是我们的 叫个什么来着 纯度没有看好 这是它的一个小尾巴 照过来 然后这是它的小腿 然后它的小爪子 把它概括一下 看它的眼睛 让我看呢我还是得给它勾个线 画得一点小 让它给它放大一点 我们画的时候可以给它放大画 放大缩小的话 你去放大画再缩小 它就会更清晰 但是如果你放小画 然后再缩大 再放大画它就会很模糊 新建一个图层 在上方给它不透明度 调低一点点 去给它勾一个线 背景刮一下 免得影响我画它 翅膀什么摸摸触 这叫飞鱼 为了交作业要挑战新难度 嗯 最好同学们还是去原创一张哈 因为比较简单 我们去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古风建筑物 把这个建筑物画一下 然后把建筑物作为画面的主体 再去给它添加 仙云呀 仙鹤呀 然后还可以给它添加一些当地的元素 对不对 比如说你去画西安大雁塔 那么大雁塔西安那边有什么文化特色 你也是可以去添加在咱们的画面中的 这边也往起 这里拿一个线啊 拿一个线它的这一个银的这个头顶 会有一点点这种 干红 就它银的头顶这里会有一块红的地方啊 我不知道叫什么 但是它有啊 有一个红红的 黑羽毛叫一级什么 二级飞羽 飞石里面的白羽毛叫做富羽 哦 还有这种 贺迪红 我一看到贺迪红我就想笑了 赏你一碗贺迪红 这种贺迪红 是 贺迪红 自己给它缺一块儿不要露进来 然后接过去画一个尖头吧 一定把这种该连接的地方 我们去给它连接好 该删除的地方 该擦掉的地方 我们去给它擦掉 不要吝啬自己的橡皮擦和画笔 给它走一点这种不同的纹路 就是羽毛的朝向 也不要让它太一致 然后这边是它的一个集 然后再给它把这些内部的羽毛 也给它加一加 如果不知道怎么画的话 就去找参考 像我们第一节课里面所说的 去把参考给找一下 跟着长知识了 对的 画线条需要耐心 一定是要耐心 觉得无聊就把音乐打开听一听嘛 边听音乐边画画多好呀 对不对 特别是像这种下雨天 自己在家里听着这个雨滴落下的白噪音 然后放一首轻音乐 然后开始画画 锁好 又有意境 又可以提升自己的技术 多么美的一件事情 同学们学插画 应该很多都是为了兴趣吧 应该是兴趣爱好 给它饶进来 新国风画好了 也是很好看的哈 而且现在新国风的市场真的非常大 很多博物馆 文化馆 还有一些商家店铺 都会使用这种新国风去做宣传 因为真的很出效果很好看哈 而且有很多这种新国风的比赛 这边给它 我也过来一个 然后接过来一个 我们对这种要求 就是对这个严谨度没有这么高哈 我们可以去给它瞎编 如果哪里不记得的话 但是编也要编的好看哈 从这边过来吧 然后这边过来一个细脚 然后去给它的脚爪子 贺应该是有四根脚爪吧 应该 我没记错的话 随便给它编几根啊 这边给它接过来 然后这里再来一根 然后另外一根看不见就不画 好 然后到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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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边画窄了 然后这里拿一根 然后另外一根看不见就不画 然后给它草稿就删掉 然后我们这一个 鹤的这个大概形状就出来了哈 把这一个换它的这个嘴唇这里改一下 嘴唇没有这个鼓起来的这一块 画一个尖的 好 那我们再去给它上一个颜色哈 去给它新建一个涂层 在下方 然后直接去给它铺色 我们的鹤就选一个奶白色就可以了 吸我们云菜的颜色 给它进行一个平铺色 然后可以把背景打开了 什么 现在学日系 但是还是来这里蹭课 长长知识 日系画得难吗 你们觉得日系的暗 日系画出来难不难呀 日系主要是对线的要求很高 它的角颜色是比较深一点的颜色啊 我这里也是全都先给它整体铺一个平铺色 然后一会再去给它换色 妈妈做家时奉着歌的声音 造成新鲜的空气 用力当球前的快活 很怀念天真不必的我 那你的这一个日系画的是比较简单一点的日系吧 复杂一点的日系还是对线的要求很高的 主要就是线吧 然后去给它做用做各种名爱面 画精细一点就是比如说一个衣服 给它叠个两层三层暗面 然后再去给它打叠一个两三层亮面 然后再去给它做反光 然后做高光 然后添加杂色 然后去给它做熨染 日系的工程还比我们新国风 要稍稍的复杂一点 我们去把这些边缘处都给它涂一个颜色 我们去把这些边缘处都给它涂一个颜色 把笔刷适当的去放大缩小一下 现在还好一点 以后就不好说了 厚涂也可以来画日试 我们来去给它涂一涂 其实日系也可以就是也要认真地选一选 因为现在很多做这种动漫 基本都是画这种日式的方式 学好之后还是很不错的 好我们去给它游戏桶填充一下 然后填完之后 Ctrl Go Ctrl Go Ctrl Go 复制几层 这个白边是不是就没有了 然后白边没有之后呢 我们就去给它Ctrl加1向下 一直给它合并 对不对 合并完了 那我们这一个图就 刻的整体颜色就铺完了 铺完之后我们再去 这个刚刚地方复制多了 复制多了 一不小心给它复制多了 有点多出去的 给它擦一擦 好 然后去给它先做一个彩线吧 彩线亮晶晶的 好看 这个彩线有一点点过亮的 有一点点亮 偏橙色调一点点 有点淡的 好这个就可以 然后我去新建一个图层在上方 去给它进行一个 这里填充一下 给它建立一个简贴蒙板 去给它换色 然后新建一个图层在里 建立一个简贴蒙板 这里还有一点漏色的情况 我就给它填一下 怎么还有漏色呢 一定要去检查一下 反正不要漏色 漏色保看 处理细致一点 好新建一个图层 建立一个简贴蒙板 给它 我先把这个合并一下 再新建一个 建立一个简贴蒙板 去上方 这个时候我为了方便快捷 我直接用喷枪笔 去给它换色 比如说哈 它的这一个头顶 是一个偏红色的颜色 我就找一个红一点的颜色 去到头顶 给它扫一扫 不要扫出这个线 扫出来我们就去给它擦一擦 然后到它嘴巴这个地方呢 可能就更 给它提亮一点点 接过来 好 然后再到它的这一块区 我就去给它扫一扫 其实这里会有很多不同的颜色哈 但是 我觉得太麻烦了 如果这样去画的话 有时间的话 你可以去这样画 但我现在觉得我 没有什么时间 所以我就 不这样画 就给它简单的去搓几下 简单的给它扫一下 做一个渐变色就可以了哈 把它的前面这一块 然后再去把它的尾部这里 也给扫一下 尾部这里就选一个深一点的颜色 因为它的脚嘛 是一个深色 然后去把这个下方也去给它扫一下 就一件变过来 好 扫完之后 这一个地方 我还是觉得它有点暗的 有点暗的 再去给它提亮一些 然后再去给它添加一点噪点 用我们的噪点笔刷 好 然后再去把这个彩线换一个颜色 这个颜色 现在看来就不行了 我们一定要根据整体去换 吸一下它原本的颜色 往量里调一调 好 这个颜色就可以哈 这个颜色就行 再淡一点点 然后把中间这个地方加深一点 中间这一块 那我们这一个鹤就换好了 换好之后 Ctrl加Z编个组 然后我们再去把刚刚关掉的地方给打开 打开之后呢 把这个鹤呀 给它拧一下位置 你看我给它放到这里面 然后形状也去给它调一下 让它有这种起飞的感觉 我们去放这一个鹤 你一定要记住一点 就是这个鹤它不是我们画面的主体物 它是一个作为陪衬的 既然它作为陪衬 它就不能抢我们主体物的光 对不对 所以我们去给鹤摆放位置的时候 不要让它摆在我们主体物的正中间 我们添加鹤在里面有两个作用 第一个是封住我们的画面 第二个是让我们的画面有一个空间关系 所以我们在去调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它的大小 比如说我放在前面它就大一些 放在后方它就小一些 然后它这样飞起来 我们给它稍稍的遮一点点 然后一点点移动一下 那这里你想给它变形 还可以去给它进行一个扭曲 让它们两个就是不太一样 同样的方式 哎 扭一下 过来 飞过来 对不对 然后这边你还可以再扭 进行一个变形 这里有一个 哎 这个地方怎么没法变形 好 你可以去把它Ctrl加E合并一下 然后Ctrl T就可以给它进行一个变形 变形你就可以去拉它 你看一下怎么调它它好看 你就怎么去调 对不对 把它拉一下 这个翅膀再往上走一走 把它飞起来 哎 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调啊 这个调的不好看 往这边来一点 翅膀往这边来 长一点 好 让它这样展翅飞翔的感觉啊 把它飞起来 然后给它找一个合适的位置 一定要注意它们的大小关系啊 好 后来之后我们在整体去调节一下 整体选一个咱们的噪点笔 去给它星光点点 去给它进行一个撒盐的部主 选一个白色 在画面中去给它撒一点 不要加多了哈 不要加多了 前景到处都去给它撒一下 如果你觉得有点多了 就去用我们橡皮擦 给它略微的擦一下 那现在我们整张画面的物件都齐全了 对不对 那这里呢 我觉得还需要调节的地方是前面的这一个山 这一个山它太红了 所以我需要去给它换一个颜色 在这个地方 嗯这一块区域它太红了啊 我就去给它再在上方扫一扫哈 新建一个涂层 哎我又去选择一个咱们的牌枪笔 调节一下 把这个红色给它调一下 因为太亮了 看去给它稍稍的扫一下 让它颜色压一压 我压一下 好压一下之后 你对比一下 就会觉得好很多 对不对 它没有那么抢眼了 那我们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去给它进行一个整体调节 那到这里呢 我觉得这边的云彩有点小了 那我就可以去再给云彩调大一点 找一下里面的这一圈云彩 在这个地方 我们把这一个云彩给它分好组啊 这个地方去给它把线稿先提出来 Ctrl Shift加勾 提好了之后我们找到第二块云彩 现在已经画好了 你也不改了它嘛 就去给它Ctrl加一合并一下涂层 然后圈起来 Ctrl Shift加上勾 然后呢 把这一块的云彩 Ctrl加一向下合并 然后我们Ctrl T 去给它拉大 拉大之前 我们可以再进行一步操作啊 给它去转换为智能堆向 转换为智能堆向之后 它的像素就不会有损失 就不会变模糊哈 所以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的 去给它放大缩小 是没有关系的 给它稍稍的放大一点点 也不要很大 旋转一下 移动过来 好 放到这里 我觉得就挺好的 然后下面这一个云彩呢 如果你想给它变化的话 也同样的方式 你去给它变一下 对不对 这里我觉得就可以了 不用变了 然后这个鹤呢 不能稍稍的调一下 加到这里来 把我们的这一个空白的地方 给它挡一下 然后把后面的云彩露一点出来 那这样整体调节之后 就基本上差不多了哈 然后再去把背景的颜色给它降一降 觉得这个背景颜色有点深呢 用噪点笔去降它 感觉好高大上 翅膀是黑的 也有也有白的 对也有白的 品种很多啊 这个就看你自己换嘛 看你的画面需要什么样子的 然后再让它伸起来一点 就是一些细节方面的调整 好 那到这里呢 我们的整张图就画完了 画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好 各位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问题的话 我就下麦了 我们这节课就到此结束 还有像这些有缺吧的地方 也是去可以给它填补一下 新建一个图层 做一个最后的修补 最后一步就是给它检查一下 来 各位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下麦了 这个作业还是希望同学们下去 找时间去完成一下 把我们这张图给大家画一下 是不是还是挺好看的 不有啊 好的 都没有吗 都没有了 我走了 其他同学呢 有什么问题 现稿分离 现稿分离快捷键 Pentrl shift Pentrl shift加上勾哈 Pentrl是勾是复制码 然后你加一个shift 它就是分离涂层 感觉要画好久 还好 快捷键是Centrl shift加上勾分离涂层 还行 画不了多久 这个大楼下方的三层都是复制粘贴过去的 对不对 我们只需要刻画上面两层 对 这个地方还可以去给它打一个字哈 完整一点 我这个地方起的是什么藤王阁 其实这不是藤王阁楼哈 只是我随便给它瞎起了一个名字 哎 怎么打不出英文中文啊 然后也是给它选一个亮色 主要哈 我们换这个主要就是对于色的把控哈 然后去用一个那个e-phone自己给它调一个颜色就够了哈 然后再去给它也是给它进行一个调整 比如说我觉得它整体没有融进去 我们就要去给它铺一个噪点对不对 给它融一下 放着 然后给它文字三格化一下 三格化它就可操作了嘛 然后我们去给它铺一下 找一下它的明暗面 让它的铺一铺 好 那没有问题了 我们这样图画完了 那我就下麦了 有问题下次课也可以提问哈 好的了 各位同学们我们下周一见 拜拜 拜拜